一开始 仲萌也特别担心 我跟彤彤能不能相处得好 不过 彤彤很喜欢我 就在前几天 彤彤不睡觉 彤彤真聪明 非要吵着去找你 一会儿就烤熟了 结果仲萌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叫我过去哄她 没想到她还挺听我话的 不吵了 不闹了 乖乖地上床睡觉 吴小姐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哪 童童这么巧就要离开你 我是众谋的女人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好她的 吴小姐 你放心 谢谢 最近报纸上有一些我的传闻 吴小姐听说了吗 其实娱乐圈就是这样的 想要解决问题非常简单 可是仲谋在我心中的分量 非常重 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做出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 她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真的是好福气 我的确很想进军国际影坛 这个角色 我也苦苦等了三年 不过 为了她 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 怎么样 有意思吧 吴小姐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对了 最近有接向俊吗 有 她这个人很爱开玩笑 很善良 长得又帅又有正义感 所以当初我才会把她介绍给你当辩护律师 以为凭她的专业水平 可以帮到你 可是 没想到 你们还是输了 没有啊 向律师她 人很好 也很专业 而且有责任心 不管怎么说 她都帮我赢得了探视权 在我心里是很感谢她的 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其实当初我也很为难 我非常希望你赢 不过 如果要是让众谋知道了 相继师我介绍给你的话 她一定会很生气的 好了 给换面了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不会告诉李先生的 拿过去吧 哦 妈妈 曼迪姐姐 烤肉好了 快来吃啊 那这样 我就放心了 妈妈 快来呀 妈妈 来啦 彤彤 等着急了吧 怎么样好吃吗 像个小花猫一样 来 擦她嘴巴 吃一串 你瞧你 吴小姐 你也吃一串吧 不要客气嘛 彤彤 我要吃鸡腿 来 来 有 来 往下转 曼迪小姐 我们撤影到门口了 你出来吧 好的 我马上下去 仲谋 朱莉已经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吴小姐就麻烦你送回去了 吴小姐 今天玩得开心 希望我们下次再聚 请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如果 你不认识